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今次第九課的Marjus 這次是第二次錄影 我今次想試用OBS錄影,看看聲音會不會比較清晰 誰知在OBS裏面教錯了解像度 然後我整個程度只拍著PowerPoint的左上角一小節 再錄一個 歡迎大家回來 上一課講了一些語言 主要是應用在寫作上的語言 例如之前學過的Statistics,類似這樣的字 希望大家在日後的寫作 都可以使用這些字,對大家有幫助 那今次就講寫作 但不是講寫作的VOCAP 或者寫作不同的格式,題材的格式 而是想講一下如何分析一條題目 那麼我們呢,今課會講如何分析寫作的題目 那麼分析的好處呢,就是可以避免寫離題 還有呢,可以想到一些更好的主意 透過分析一些題目 那麼首先講一下為什麼寫離題是一個不好的事呢 那麼中文呢,寫離題的話呢 你的內容分呢,就會是低於... 我先看看... 呃...內容分滿分四十分應該會低於...十六的 如果沒有記錯 那就是內容分不會太合格的 那麼英文也是呢,如果... 如果你...如果... 如果你... 呃... 內容湄請的話呢,那你最多呢,只會拿到三 而在部分B呢,會更加嚴謹的 如果Content湄請的話呢,就... 每一個Domain...即是ContentLanguage和Organization 也不會多過3分 那就是怎樣呢? 那就是 最多 就是9 out of 21 分 就是43分 那43分你最多 可能拿2或者拿1 那不要 大家 如果 可以避免離題就避免 那Part A呢 就好少少的 他只是說 如果Content off topic的話 那Content本身就最多是3 其他他就沒有說 但是 我自己聽說呢 就是考評價就是一個前規則 就是每一個 Domain 就是Content Language Organization 和 雙餐不會超過1分 那就是如果Content拿3 你其他L和O 都最多拿4 那4 那4 那如果其他那些拿4 最好的情況之下呢 也只是拿到52分 那 都不是太理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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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會學一下 怎樣分析的題目 避免去出錯 而在寫作那裏拿到不理想的分析 那 那 首先說一下 Paper 2 如何分類 即 Paper 2 如何考 那 那 這些呢 就是我們 現階的DSE的考法 那 那 去到你們 出來考DSE 可能會改變 但是 我們都跟著這個format 來講一下 那 那 我們Paper 2呢 就會分 Part A和 Part B 所以大家呢 要寫兩篇文的 那 Part A呢 就是有一題 嗯 考評局就說要寫200個字 那 那 大家 上去F5、F6都不會寫200的了 那 那 通常都是 4、5、8底 那 有些 有些呢 就會衝上600、700 那 那 那當然前提是 你要在45分鐘裡面寫完 那 如果不是的話 那 兩個Part 分配時間 不好的話 那 就很容易 導致 一個呢 overachieve 一個 underachieve 那 就不太好 那 那 Part B呢 就會有8條 問題的 就涵蓋8個不同的 topic 那 有些是關於drama 有些是關於短故事 有些是關於 科技 那 在這8條題目裡面呢 大家就要選一條作答 那 48字 呃 那 48字 在這裡給大家一個心理準備 那 那 form 5、form 6 基本上都是寫 7、8、8、8 都不會寫很少的 都不會 都不會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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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 這些 range 那 就75分鐘 那 在現在這個階段呢 如果大家的英文水平都不足的話呢 建議大家不要硬上 那 剛剛提到的 指數 一來 如果你真的硬上的話 那 可能你的 Volcap 你的詞褲 是不夠 不夠以 呃 令你推上去呢 所以呢 你就會寫很多重複的東西 那 反而這樣呢 Content就會低一點 呃 如果你的 呃 你不夠Volcap的話呢 你就 你就算寫 好了 可能400字 你寫700字 但是有很多的詞語呢 你都是重複使用的話呢 那 比起你寫400字呢 都不會有太大的改進的 所以 建議大家 首先 呃 寫了 你跟著它一點點 可能寫多5 60字吧 呃 跟著它的水平 然後寫多5 60字呢 等到你 develop你的 Volcap 認識更多詞語 呃 不同的詞語組合 你先好 推上去寫更多的字 要不然呢 就會顯得你寫得很累積的了 那這裡 四十五加七十五 大家都看到呢 就是兩個小時的 那兩個小時呢 呃 每一部分呢 就希望大家 撥五至十分鐘 做我們現在所謂的 Question Analysis 也都撥五至十分鐘 做Proof Reading 就是 呃 就是 看看有沒有 Language上面 出錯 那 那 我 自己都 做過這麼多年的寫作 那 我也發現 呃 五星或者五星星的人呢 通常Language 被老師捉錯呢 是基本上沒有的 可能捉一個錯 兩個錯 或者 沒有 是很常見的 就是 沒錯 是很常見的 所以 大家 希望大家 可以養成一個好習慣 寫作 寫作 撥五至十分鐘 去查一下自己 有沒有寫錯字 那 令到你Language 容易想 五、六 或者七 那 這個是個人見解的 那 我們現在呢 就分析這條 Part A的題目了 那 這條 Part A的題目呢 就是出自2015年的 那 首先讀一下這條題目呢 就是 For question 1 Write about 200 words A recent article in the Young Post suggested that an 8am start to the school day make students feel tired and sleepy write to the editor of the Young Post expressing your views on the following Why students feel tired and whether or not a 9am start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那 那 大家如果聽不明白 可以中文翻譯 就是 這個 Yam Post 裏面有一個文章 就說 呃 8點開始 呃 上學呢 就會令到 學生感到很疲倦 很累 那 你就要寫一封信給Yam Post 就表達你的觀點 呃 你要表達為什麼 呃 學生會感到 呃 呃 還有 9點開始 上學會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那 首先呢 我們就 呃 怎麼分析這條題目呢 就是要找三樣東西 就是 第一就是 題目想叫你回答什麼 那 如果這一部分捉不到的話呢 那 可能 那個marker呢 都 沒有太大的信心 會被你高分的 那 這個呢 就是避免失分的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rovided 就是它的背景 背景在哪裡呢 就是 上面這一句 A recent article這一句 都是避免失分的 那這一句呢 都是避免失分的 因為呢 這裡呢 中間會有些keywords 要你在文章裡面表達到的 那你才可以 content 穿穿穿穿 那 下面這個呢 就是genre genre呢 就是你要寫什麼 提錯 不是 你要寫 用什麼格式來寫 那這個呢 都是避免在organization上面失分 也都可能 會令到你content加分的 那我們呢 遲一點呢 就會講一下的了 那你首先講一下 題目想要你寫些什麼呢 第一呢 就是why students feel tired 那大家就要留意這個 y字呢 就是寫 students feel tired 原因 就是為什麼 學生會感到累 那不用說 呃 呃 學生會 呃 學生會 他怎樣累 法 這一部分呢 可以講小一點 最重要呢 就是講一些原因 那原因有什麼呢 就可能是 呃 前一晚 呃 要 呃 有很多功法要講 有很多quiz one 然後呢 又要八點上學 然後就不夠睡眠時間 或者 呃 做太多事情了 會感到累 那 下面這個呢 就是wether or not a 9am start will solve the problem 那這裡都寫了 wether or not 所以呢 你要兩邊都說的 就是講 他會 solve the problem 他不會 solve the problem 最好呢 如果是想高一點點分呢 最好呢 兩邊都寫完的 你可以偏向一邊 或者兩邊都 呃 差不多那麼多point 但是 你記得 你要ex 你要show your feel show your stance 就是你覺得會 還是不會 上面這裏呢 都有寫了 you have to express your feels 不要只是 陳述 你要說你自己 想些什麼 那這個呢 就 我自己覺得就 有很多 學生 可能會 看漏的 這樣 那 那我們 之後呢 就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rovider 我們之前都講過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就是上面那句 Avisa article www 太約NCP 那這句裡面呢 就講了些什麼呢 就是 8點鐘上學 太約NCP 大家都 得到 那怎樣分析呢 首先 8點鐘 9點鐘 開始 就要講一下 8點鐘 開始 和9點鐘 開始 有什麼分別 可能 8點 9點鐘 開始呢 就會令到學生哥 有多一個 一個 鐘頭睡覺 令他更加充實 或者可能 給多一點時間 疏洗 嗯 對 給多一點時間 疏洗 準備上學 這樣就會 沒那麼疲倦 沒那麼累 那麼 重點呢 就是 講8點 和9點的分別 不要只講 9點 有幾好 這樣 那麼 下一個呢 就是 下一個 就是 學生日 那麼 這裡呢 就是 想提醒大家 不要寫離題 不要寫 禮題 不要寫 這樣 那麼 那 那麼 學生日 呢 就是 上學的日子 就是 四月一到四月五 那麼大家 呃 留意著就好 不要寫 離題 那麼 第三個呢 就是 Tired and Sleepy 那麼 這裡呢 大家可能會誤解 Tired and Sleepy 是同一個concept來的 但是 Tired和 Sleepy 呢 是兩個不同的concept來的 Tired呢 是指 累 Sleepy呢 是指 眼睡 那麼 累有什麼原因呢 就是很多事情做 就很累 Sleepy 有什麼原因呢 就是可能很多事情做 很多事情做 做到很晚 但是又不夠時間睡 所以第二招會很眼睡 那麼呢 就是Tired和 Sleepy的分別 那麼 這裡都寫了兩樣東西 那麼你就要在文章裡面呢 Adress 疲倦 為什麼學生會疲倦 學生為什麼會累 學生為什麼會累 下一個呢 就是 是 寫作的格式 這樣 那麼我們 這裡呢 就看到 Write to the Editor 還有 Some Parts of the Letter 那麼大家 那 那麼 那 這裡我剪了下面一點 但是下面 好 啊 不要說了 呃 呃 呃 看見到 Some Parts of the Letter 以及Write to the Editor 大家都應該知道 是Letter to the Editor 那 如果比較格式 也不要緊要 只知道Letter to the Editor 一個題材 就OK了 那麼 那這個題材裡面呢 大家可能要 記得要寫 呃 呃 開頭 例如 Dear Sir Dear Madam 然後又寫 Yours sincerely Yours sincerely Yours faithfully 那麼大家要留意著 這些格式 要不然就會很容易失分 那之前呢 呃 之前我看 呃 呃 呃 學校呢 就 呃 考試之後呢 就老師會和大家分析一下寫文 有些人呢 就因為沒有看題 看清了題目 而 不少用了另外一個格式寫文 那通常呢 Organization會重創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題目 那 這個呢 我都 跟我說呢 我應該都沒有留意到的 就是 The Young Post The Young Post The Young Post呢 這個字呢 可能 可能會經常出現 那如果看到The Young Post這三個字呢 Yung 就是什麼呢 就是青少年 就是學生歌 那你寫這封信呢 就是寫給學生歌的 所以你寫的語氣呢 不要那麼 就是不要那麼professional 那樣 你寫東西呢 要跟學生歌呢 引起共鳴 要仔細地描述他們 例如 嗯 翻學的壓力多大啊 那這樣呢 那可能會在 Writing上面呢 拿到比較理性的分數 也都呢 可以從他們的 呃 觀點去看 去想你的Point 都會更加好的 那 那 這裡呢 就是會令到你 加分的一些小色的Points 這樣 那好啦 今天講了那麼多 關於 呃 Simple Analysis 那我們要概括 那 Simple Analysis 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 可以 避免一些陷阱 例如 寫了題材 寫錯格式 還有 會多很多高分 例如 Yung Post 就跟學生歌 引起共鳴 那樣 還有 令你想到Points 那我們之前就分析了 例如 八點鐘和九點鐘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 呃 呃 有時間梳洗 可以分到一個小時 這樣 那呢 就可以讓你想到一些Points 那 還有 這個Simple Analysis 呢 不應該多過 五至十分鐘的 那你想一下 可能你 撥五分鐘的時間呢 就可以避免 你Content 炒 你 我昨天正常炒 那 這個 時間呢 是很值得去Invest 很值得去投資的 那 希望 大家都 養成這個習慣呢 就是 一開始 見到別人 一見到 看過題目 就馬上起筆 不用跟著的 可以慢慢分析個題目 用五至十分鐘 慢慢分析個題目 看看有什麼陷阱 然後想好Points 然後再寫 慢慢的 那 好 今堂呢 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 今次的講解 對大家的將來 寫 寫作 會 有幫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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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